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有一个小孩子的笑话 我告诉大家 因为现在孩子也是很惊的 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 都是因为人间的一些嫉妒所产生的 有一个上自然课的老师 他问小朋友们 我们从大自然认识到许多的事实和许多的例子 比如说由于我们的直觉的功能 一种动物不喜欢另外一种动物 或者仇恨另一种动物 例如狗不喜欢猫 狐狸喜欢追捉母鸡 蜘蛛是苍蝇的死笛等等 还有猫喜欢捉老鼠 小朋友们 你们还有谁可以举些例子啊 这时候一个小朋友举手站起来说 老师 我知道学生不喜欢老师 我们人间嫉妒因为是人 学博之后 人的境界会提高 就会产生出慈悲 看一看 现在坐得住的人 他刚刚才会有佛性有定力 一进来就坐不住的人 他心中没有定力 排长教你们 以后你们跟别人打交道 如果这个人跟你讲话 眼睛左看右看 他就是心不定 跟你做生意 如果眼睛左看右看心不定 一会儿动一会儿动的人 这个人不是你长期合作的伙伴 学博人要懂得心明如尽 人要安定的人 这个人才会有智慧 在西方社会碰到紧急的事情 也会说cold down 我们华人说你要冷静 冷下来人才会静下来 能够坐得住的人 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 能够听得懂别人话的人 才是最能够接受和理解别人的人 所以学博人就要懂得理解别人 他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 自己才会在前途上一般风顺 大致大悲观世音无散 大致大悲观世音无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